娇气游淋略少年 四嫌孔坐牢三十年 涉嫌淋略少年的两名女嫌犯 在镜头前用手遮脸不敢见人 他们与另两名嫌犯三年前已残酷的手法 在这栋屋内虐待一名十五岁少年凯尔 凯尔三年前跟着古巴裔的阿姨拉米瑞兹 到美国加州的苏马赫夫妇家居住 苏马赫夫妇将他靠上锅链虐待 还逼他吃苍蝇 把他当奴隶动不动拳打脚踢 还在他的伤口撒盐看卡白水 阿姨不但不救他 还压着他让别人泼汽油 苏马赫夫妇威胁要多他手指 他们的儿子同情受虐少年 替他偷来脚练的钥匙 他才趁机逃走 遍体鳞伤到一家健身中心求救 少年的阿姨和苏马赫夫妇认罪协商后 面临三十年以上有期徒刑 另一名涉案凶嫌拒绝认罪 则等待司法判决 动信文综合报导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